本片感謝漢家郎手扒機 獨家贊助播出 阿波阿今天要去哪裡 我們去吃超明的蔥油餅 蔥油餅你有吃過嗎 其實我也沒有吃過耶 不過聽說他兩個小時就賣完 我們趕快去吃吃看啊 走走走走走 我喜歡做好聊天 阿婆,這是什麼啊? 這是燕金蔥油餅 燕金蔥油餅? 捲餅 這個捲餅剛剛現做的嗎? 沒錯 我現在手有夠燙的 這個還好吧,我又還沒叫你吃很燙的 整個餅還是會燙啊 我們等一下再吃燙的啦 好啦 捲餅裡面料超多,超特別的耶 裡面有什麼料,你可以講一下嗎? 我剛才外面目前有看到有豆干 然後有,那應該是酸菜啦 然後還有另外加熱蔥 這樣一個35塊 他是拿四分之一張的蔥油餅去捲的吧 四分之一張蔥油餅,然後這樣捲起來 其實他蔥油餅我覺得還蠻香的耶 超香,我們還沒開店就來等了嘛 對啊,他在那邊切超酥脆的 這樣嚇嚇嚇這樣,好爽喔 為什麼你沒有買蔥油餅啊? 他就用蔥油餅包的啊,為什麼還要買蔥油餅 所以用這個來倒蔥油餅 對,這個就是蔥油餅,然後包裡面的餡 所以我第一口就吃得到蔥油餅的口感 然後裡面又可以吃到料 所以我是覺得真的蠻划算的啦 那你可以快吃嗎? 好啦 你只吃到蔥油餅的部分了 我先吃蔥油餅 我不是跟你講了 我先吃蔥油餅的料 的味道,然後等下再講餡 那蔥油餅好吃嗎? 好酥喔 而且你看啊 他很細緻,你看看他一層一層 有沒有 一層一層一層 所以 他一咬下去酥,然後裡面空氣感 然後再來麵箱 難怪兩個小時我會賣光啊 我們 1點 他1點4開始 開始營業嘛 就一堆已經打電話 來這邊拿 然後一次就一大包 一大包一大包 一兩百塊一兩百塊這樣帶走 真的生意有夠好的啊 那你可以快吃嗎? 我要看裡面餡料到底好不好吃嘛 好美 大口一點 男子氣開 不要娘娘腔 好啦 我又不是 大口 算了 哇,好MAN喔 它裡面的料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有豆干酸菜 就這兩種而已 蔥應該都只是搭配而已 好像沒有肉嘛 沒有 沒有肉 它以豆干取代肉餡 真的蠻符合那個早期 沒有錢之後所吃出來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就是用餅 讓人吃一個飽足感 對,都是用一些比較便宜的食材 但是讓人吃起來覺得 它是一個很高級的食材 嗯 你這樣整口咬啊 那個 因為它裡面豆干跟酸菜 它酸菜會有一點點的酸 辣完沒有吃到 應該是沒有辣度 可是你這樣咬下去 因為它裡面的濕潤感 會讓 你咬下去先脆 然後那個濕潤的水氣一跑出來 你現在嘴巴咀嚼啊 它那個麵香 會更融洽 所以酸菜是只有酸 沒有鹹沒有甜 我覺得酸味比較重 甜味沒有 還是酸菜原本的味道 酸了 所以它沒有像有些人會去炒那個甜酸菜 鹹酸菜 沒有耶沒有 所以你吃起來就單純就酸而已 就是吃酸菜的原味 因為它麵皮慢慢嚼啊 它就有那個甜味了 所以我覺得它這樣是很平衡的 我覺得它如果再炒甜的話 就會比較偏向於那種甜麵醬那種口感 反而會失去那個餅的原味 我們要下一趴了嗎 好 我們吃 餡餅 阿婆 你的袋子怎麼破破爛爛的啊 還不是因為你要拍照 是我的關係嗎 對啊 好啦 它餡餅你看喔 它這樣25塊可是小小顆 金黃酥脆 真的 可是我按著它現在是硬的 阿你看 有沒有看到那個油 那個油 我在這邊按 它那個比較軟的地方 就把油擠出來了耶 你可以快吃嗎 喔怕燙到啊 可以不要玩遊戲嗎 看不出來嗎 不要玩食物好嗎 我沒有玩食物 快吃啦 我想要看你被燙到啦 好吃喔 它的肉是比較像是一種紮實的丸子 那種肉 它不是鬆散的 我知道你現在要咬東西 所以我現在要幫你打底扇 你可以快把它吞下去嗎 沒有我要咬第二口 我趕快吃到肉 好香喔 剛剛我們在那邊排很久 我在猜那個香味 應該就是來自這個 應該是它 因為它很像那種水餃的感覺 對 所以它有肉香又有麵香 兩種同時會蹦出來 可是它油脂比例比較高 如果以水餃來說 它的油脂比一定比水餃 那個內餡更高 因為它是 就是豬肉跟蔥而已 可是好香喔 它那個 就是鹹香鹹香的口感 你吃不到 像有一些水餃會調甜度高一點 可是它就是 比較鹹香那種 它那個外皮啊 已經是酥到 有一點像 你在吃 炸的那種 麵皮那種感覺 這個真的很好吃 它是用油煎而已 對 可是它的酥已經酥到 有點像 炸的那種口感 很好吃 然後它的那個 皮啊你看 薄薄的 沒有很厚啊 對 它是上下兩層比較厚 對 在包餡的地方 它是讓它加厚 嗯嗯 它周圍是還好 對 周圍是飽飽的 這個超好吃耶 這個一個人 一個下午應該可以吃個兩到三顆 這個一顆25 還可以啦 還可以 滿紮實的啦 有肉都可以接受 你看 整個肉是肉丸子 然後滿滿的 好啦廢話太多了 換下一個 最後一個囉 這個是 韭菜盒 對啊 對啊 它那個下面的 這個 殘餘的汁液 是綠綠的耶 應該是韭菜的汁啦 應該韭菜汁 所以代表它韭菜很新鮮 不然他們不會能夠韭菜汁 我在這裡就聞得到韭菜香啦 你吃吃看看 好大個 很韭菜耶 目前看起來裡面應該是冬粉 韭菜 一點點蛋 蒜頭 那是蒜頭 沒有蛋嗎 這個這個不是蛋嗎 一點點 然後蝦米 蝦米喔 看不到蝦米 有 有一點點 很香嗎 很香 而且它沒有韭菜的臭味 你有時候在吃韭菜 它不是會 一入口會有一個嗆味 它沒有耶 它不知道怎麼把它處理掉 然後皮一樣薄薄的 然後整個韭菜是 扮演那個濕潤的角色 然後冬粉就是口感 又好吃 如果這三個 你會推薦哪一個啊 我都很喜歡 因為麵皮 都 都是很強大 可是如果內餡來說 我是喜歡鮮餅 因為我喜歡那個豬肉 然後那個油香 所以如果喜歡吃有餡的 就吃餡餅 對 如果喜歡吃麵香的 三個都可以 對 好 那我們等一下繼續 車上結論囉 這裡好偏僻喔 這裡是哪裡啊 這裡就是 惡空新村啊 為什麼叫惡空新村啊 據我剛剛的了解啦 這裡本來是一個老眷村 在民國四十幾年的時候 還是那種平凡的眷村 然後在民國八十年的時候呢 在這邊呢 它新建成華夏的方式 然後再把其他的眷村統整呢 把一些軍眷啊 老榮民啊 全部都移到這一邊來 所以它叫惡空新村 喔 所以這裡會有很多的一些外省老伯伯對不對 對啊 我們剛剛從那個路頭走過來 走到一間賣麵的 走到第二間賣麵的 走到隔壁還是賣麵的 終於有一間賣麵的啦 老伯伯什麼最厲害了 就是 當然是傳統麵食最強啊 做這種麵食類的 他們真的很厲害 真的 這間真的很厲害喔 像我們剛才吃到那個蔥油餅 我真的 那個 它那個層次分明啊 然後它的豬肉餡餅 就是那個油香很重 最強最強的就是它的蔥 那個韭菜盒子啊 沒有錯 那個薄到 那個外皮真的薄到跟那個 脆餅一樣 餛飩皮的厚度 對 你吃過炸餛飩有沒有 然後就是那個 不是那個捏起來那邊喔 是包著肉的那一塊 那一個厚度而已 脆 然後裡面的料 脂豐富 而且一個才賣你25塊 全部都是韭菜 不要以為跟其他人一樣價格 真的 這個真的物超所知 因為它的韭菜的量 超多 真的 它麵粉只有一點點而已 對啊 而且它這樣吃起來啊 我覺得啦 整個韭菜盒子 CP值真的超高 因為好吃 然後它整個那個物美價廉 所以你如果啊 有來這附近啊 的景點 就是我們的奇美博物館 或是那個 十谷 十谷文化村 你可以繞過來這邊 真的很值得直接繞過來 然後來這邊買 我覺得啦 兩個小時 賣光真的不是很好笑的 好啊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 按讚分享和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 超好吃 是嗎 OK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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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